一个人要真实了解什么叫菩提心的时候 他就变成世界上最有福报了 他叫应供 连天人都要来供养 你有什么好烦恼钱的 那如果自己有 没办法达到这个阶段 代表自己的思想观念还不圆满 你在做某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执着 错误的观念 所以就不相应菩提心 就没有那个福报 所以这个福报叫 叫各位从不思 持戒忍辱这个福报 你越为别人想 那你越有福报 你不要烦恼 所以我认为 这不是念哪一个咒会解决 咒子这个缘 因就是你要有不思的因 你要有种这个福因 有了这个福的因 然后你再来 就可以改变 但是 穷也可以修行 有钱也可以修行 你要接受任何状况 它才叫修行 不能说 哎呀让我身体健康 我就好好拜佛 你英文都不健康 因为你要接受你的夜报才对 你的夜报 可能要十辈子穷 但至少你这辈子 认了很高兴 那一辈子就过去了 你不能有一个想法是说 让我不要生病 那我才要拜佛 那错了 你要超越自己 所以我认为 穷也好 有钱也好 都可以修行 在这儿 你不不生 你我可以怕疯 你这就是 我活 Fleisch